再见了 分手吧 以前是我太傻 章虎是不是失恋了 没有啊 她只是在道别而已 跟谁道别 跟洗碗 妈 你看我新买的洗卵机 是你这姑娘 怎么又乱花钱呢 因为 因为 心理学认为人类都有自我防卫的本能 当人们从安逸中忙碌起来的时候呢 就需要一个内躯力 当内躯力有碍于人类的稳定状态时 就会得到人的本能排斥 生理学同样提到人体的荷尔蒙 在安稳的状态时处于平衡当中 未来的印象会影响人的神经调习 从而打破平衡 人类就会偏离身体所需的最佳状态 总之生命在于禁止节能减排 从我做起绝不多浪费体内 一丝一毫的能量 一个懒字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洗碗机不中用 不中用 你买之前看过艾富科技的评测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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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疑问 什么叫做正确摆放餐具 餐具上有加大的残渣如骨头 腥菜液等必须清理干净后 再放入篮子 塑料餐具高温下可能会变形 料博的玻璃制品 有破碎的风险 餐具需侧向摆放 污渍面略微倾斜朝下 完全倒垢 顶不可能会积水 勤勿胡乱堆叠 餐具勤勿深到喷嚏旋转区域 细小餐具可能会从碗栏掉落 别管别管 我承认白碗确实是个技术活 下一个问题 那它费水费电吗 不费水也不费电 就费劲 像日常洗模式 你洗一个小时 差不多只要耗 气生水和0.75度电 但你要是想 食指不沾阳春水 怎么可能 台式的容量太小 锅你得自己洗吧 你要是个别有污渍残留 你得拎出来重新洗吧 即使是完全都洗干净了 洗碗机里面的垃圾 你总要自己清理吧 我怎么把食话全说出来了 打扰了 我买洗碗机是因为懒吗 No 我买洗碗机是因为 我觉得它是未来 毕竟衣服两三天洗一次 都在用洗衣机 晚一天洗三次 为什么还要用人工呢 做饭能给人带来创作的乐趣 洗碗完全就是个体力活 它确实比手洗的更省水 洗一次一度电都耗不到 洗的时候 噪音小烘干之后 拿出来的碗都是干燥温热的 你摸着都会觉得心情蛮好的 而且台式不容易受到 厨房水电路的限制 进水管之外 还配有一根吸水管 我觉得还蛮贴心的 但是这款圈处的台式洗碗机 跟我理想的还是有差距 只有四套的鸡类的容量 对于餐具尺寸的苛刻的要求 挑剔的餐具摆放规则 以及作为消耗品的洗碗块 算下来两块多一次 再加上水电费 洗一次都要两块五以上了 关键是锅还得自己洗 听着就觉得有点贵 台式虽然不用提前规划 但是要知道 在空间有限的厨房里 水是很近的桌面是很珍贵的 比微波炉还大的洗碗机 会让厨房显得很局促 因为洗碗机是不能用洗洁精的 用了之后会产生大量的泡沫 只能用专用的洗碗粉 结果我去了北京大网路CBD 超大的沃尔玛逛了一圈之后 发现洗洁精陈列了好几排 问洗碗机专用的洗碗粉 没有 洗碗机是一个新兴的家用电器品类 目前来讲的话 我的建议是 如果你根据它的使用规则 养成自己的餐具使用习惯的话 它真的能够提升你的生活品质 并且如果你打算买洗碗机的话 最好是从房子装修的时候 就开始提早规划 嵌溶式的空间更大 容量更大 还能够解决你洗锅的烦恼 洗碗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洗碗 好了 我的洗碗机测试和体验 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得 关注 转发 收藏 投币 点赞 安娜 谢谢大家